好 歡迎回到新一集的Hero Channel 我是擾亂世間的快盜 阿森 Produe Melissi Melissi 我是法國的老邦collection的研究學者 女者 Onorekaito 是 我是陳景天秤 黑景天秤 這對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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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那我們先回來 先說回收聽方法 歡迎大家 Like 我們的Facebook 電客Otoss 我們會定期更新節目 另外還有這個YouTube Channel YouTube Channel 會定期更新節目 希望大家也訂閱 收聽 按鈴鐺 按全部留言我們的最新動態 亦都Share 給朋友知道有我們這個台 另外我們還有這個電客Otoss 綜合討論區 所有東西都在Facebook 上 大家也可以加進來 審批之後就可以進來和我們一起聊天 吹水 另外逢星期三就會有這個電客直播台 會播放我們錄製的節目 或者開Live 直接做節目 節目完了之後也會有這個吹水時間 除了和我們聊天之外 如果貓木在這裡的話 他有時有空 如果他有空在這裡的話 大家也可以問一下他問題 等他和大家塔羅占卜一下 塔羅占卜完之後 記得放個五毛去給貓木 作為一個等價交換 另外當然我們網台經營困難 大家如果想支持我們 我們也歡迎大家透過這個Payme 和PayPal的連結 在簡介那裏 就可以課金支持我們 一百幾十全落了 你們的支持 我們繼續努力製作節目的最大動力 多謝大家 其實也拖了一條數 拖了很久 因為其實我們是開過中期探渡的 從一路都忘記 沒有了一件事 沒有做到這個總結 那這次就 怎麼說 要是吹水到說 要是就平快到劇場版的時候 即是講時王劇場版的時候 講快到劇場版 講快到劇場版的時候 講一些 即是多多少少少都會滲透 以為自己講完 即是有種錯覺 以為自己講了 那又回到劇場版 原來我們是還沒講的 台長跟我們講的都很容易 咦?還沒講的嗎? 是啊還沒講 我以為上次錄的都講完了 還沒的 還沒的 所以我也要問台長 即是上次的快景是 是用哪個做那個分水嶺 用哪個做那個分水嶺 對了 那轉頭就講了 沒錯 我們今天就是講這個 快到劇場版老邦連者 VS警察戰隊巡警連者的總結 其實我們之前是有一個中期探討的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按回我們 我簡介會放一條link 大家可以去聽回 今集因為那個中期探討都隔了很久 所以今次總評都會稍稍提前面的東西 但是主要都是講後半的劇情 另外這隊戰隊其實都已經是一百年至一九年的事 我們都遲了很久 但現在都隔了兩隊戰隊 由騎士龍現在已經在魔盡戰隊 所以我們就 但是因為這一套戰隊 我們之前在中期探討的時候都很喜歡它的劇情 而完結了之後我們都覺得它是好看的 甚至乎近期叫我們推一下天秤去看 結果天秤就看一看 就說不如我都來幫忙錄了 所以 沉了算了?我對戰隊已經 沉了算了 所以也都不要說我們大細超 我經常說我們圓谷打手 好像經常黑東影 其實就算去到現在 也都有一些系列 或者有一些作品我們是喜歡的 都說了一句 你做得好我就讚你 已經是兩年前了這些 那魔盡戰隊也好看的 遲些有機會再講 我們先講回這套 這個快盜VS警察 當初它出來的時候 也是一個很大的GIMM 就是跟大家說 喂 一套戰隊作品裡面有兩套戰隊 而它們是對手來的 就是警察和賊的關係 這個也是當初一個GIMM 也是一些人覺得吸引的地方 當然其實 都成功貫徹到這個GIMM的 雖然大家都很猜到的 很快 應該去到後面 應該兩隊戰隊都會變成合作的關係 但是 我又覺得它又未去到很老土地 兩邊就會合作 然後變成朋友打BANG 又不是那樣東西 它差不多去到大結局的時候 才知道真正身份 真正合作 是啊 沒錯 其實中間所謂的合作 都只是因為要互相利用之下 所以要迫著合作 它這方面的控制都算不錯 另外 亦都不斷簡介劇情 就是說 他們那個世界有個叫做 老邦的怪盜 他就收集了很多的收藏品 那些就被叫做 老邦collection 有某一日 來自異世界的一個 你叫做 黑幫的 黑幫集團 就衝過來這個人類的世界 去襲擊他們 之後這位老邦怪盜 都不知所蹤 然後就說 因為他們來侵略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受傷 甚至有些人被襲擊之後 就消失了 不知所蹤 包括就是 這個快盜裡面的三位成員 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的人 他們就被凍結之後 就不知所蹤 所以 然後 他們都意外地 遇到這個 老邦的一個管家 然後就在他口中就得知了 老邦collection的存在 亦都拿到了這個所謂VS Tranger 利用這個老邦collection 就變身為這個 快盜戰隊老邦連者 那目標就是 一方面就要去幫他們收集 這個老邦collection 因為Gangular來到我們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襲擊完之後 其實那些collection被他們搶了 或者有很多已經散落了 不知在哪裡 一邊收集 然後另一方面就想找那個 去奪走他們的重要之人 其中一隻Gangular 就去報仇 亦都想去救回他們那位重要之人 而另一方面 這個國際警察 是的 他這個世界是有警察的 好像SPB 沒錯 那這個國際警察 終於就知道Gangular 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所以他們就在日本分部 他們亦都搬到這個 Reachanger 以及有些改造的老邦collection 找了三位成員 變成了警察戰隊巡邏連者 對付這些Gangular 由這兩隊戰隊一相遇 跟Gangular打 所以就會發生了一件事 在Gangular 通常他們的怪物身體內 會有個隔腕 那隔腕 如果他們用隔腕去收放 老邦collection 進身體內 就會壓過有多了一些特殊能力 就會搞這件事很麻煩 快盜戰隊他們的目標 就是用他們的collection 能力去解開隔腕的鎖 去搶走collection 而警察戰隊那邊 其實不是特別理會collection的東西 總之怪物出現就打倒他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因為這樣 兩邊就起衝突 一邊就說 你不要妨礙我搶老邦collection 然後警察那邊就說 就是你們在掛搶collection 令到東西沒有辦法及時消滅 所以災害就擴大 你不要阻差辦公 重點就是 其實你在偷東西 你是賊 我是應該要踏你回去 所以兩邊就起 一邊要對付Gangular之後 這兩隊戰隊都經常發生衝突 三方運戰 其實是一個三方運戰的關係 然後就一直發展到後面 這個我們後面的劇情 在分析人物的時候 我們會再講多一點 這個就是基本的框架 因為我們中期簡介的時候 都是用劇情做主導 或者講特色那些去做主導 我們這次就會先講少少優點 然後轉向重點去分析一下角色 因為這次這個戰隊 近年來說 因為如果 我想事戰隊那些都不可以叫做近年 已經 都十年了 所以不可以叫做近年 以近年來說 我覺得快度的角色 也是很少見地 是有很深入的描寫 亦都是比較多東西可以說的 不要緊要不減 看得很舒服 沒錯 即是比起那個 一輩子都靠腹的獅子連者 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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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也有些東西可以寫到 不過 真的很煩教 而快度這邊的角色是 有一點 從第一集開始已經覺得不簡單 不簡單 所以就 轉頭分析的時候 會再講多一點 不斷講一下優點 剛才其實都講了其中一件非常好的 因為這次的劇本就是 這個鄉村順子 其實他由這個動物戰隊獸王者開始 其實他對於角色描寫的拿捏 已經是OK幾好 比如大和和獸人之間的謙伴 還有有時有些單元對角色描寫 我覺得是開始出了一些味道出來的 而去到這次快度VS警察 是更進一步地就是 獨立人物的描寫 然後人物和人物之間的關係 然後 那些人物的一些 比較內心的 即是比較 沒有那麼寫出面的 一些慢慢發生的轉變 然後兩隊戰隊的衝突 然後衝突以外 他們也有些掙扎 有時會利益上利用對方 但有時其實很奇怪地會 因為警察一直都不知道快度 他們那邊的真正身份 還有動機是什麼 不知道他們的動機是什麼 但是因為他們經常對著幹之下 對對下又有些很奇怪的熟識 還有奇怪地信任了對方的情況出現 這些描寫 相對地都幾細緻 而且都是寫得幾好 令到你非常喜歡這面的角色 這個是其中一個很大的特點 另外另一件事 這個也是 我覺得快度VS警察 是對風影往後的特色 是有個幾重要的一個地位 甚至乎可以說 就是他打鬥的拍攝上面 其實是都幾影響到往後的 無論戰隊或者拉打方面的拍攝 即是所謂的戰鬥的特色 就是他投入了GoPro的技術 即是360度的鏡頭 那個技術的導入 讓那個戰鬥 不再平時是左邊去右邊 或者上面去下面 即是會比較用多些運鏡 即是動著 即是鏡頭是動著 這樣看 所以 因為他這次是兩隊戰隊 再加一大堆怪人去打 所以很多時候要拍很多人一起打 所以這個運鏡 在快度和警察的時候 是有需要 而且拍出來是令到你覺得好看 再加上就是他另外打鬥上面 很多動作的安排 亦都是比較用心 所以出來的效果就非常之好 所以他最終這個GoPro 360度運鏡 或者不斷地 鏡頭運動去拍攝畫面 這些拍攝手法 影響到後面的特色處理 包括這個Gamman Rider Serial One 其實去到魔盡戰隊 和這個騎士龍 其實都有受到影響 其實一開始有用GoPro 看到小小的初形 宇宙其實都已經有做了 不過很少的 一兩個鏡頭 他們是拍攝 第一人稱的視點的時候 就用過了 不過那時候一集是一集 不像現在這麼普遍運用在作品裡 普遍運用在作品裡 第一次就是敗鏡 而且那時候都動得很簡單 即是那個GoPro的鏡頭都動得很簡單 不知道現在真的360度這樣轉 我想是那時候都沒有摸到應該怎麼用 因為雖然就說 球連者那邊都是很差多人的 說真的你看他們整個隊伍出來 唯一人數上可以和他困一下 應該都是收點 但是他多人都管 因為他全部都是朋友 也都好像不用用這種手法 因為這次是幻戰 往往都是變左邊去右邊 右邊去左邊 沒錯 但是因為這次是 剛才說的是三方運戰 其實就不再是兩個勢力打 其實很多混雜的狀態出現 我想這個可能他們後來發覺 是真的有需要用得多 然後就想一下怎麼好好的用這個拍攝 另外再有多一個優點也都讚一下 就是他的這個機械人打鬥方面 其實有 這個是東映的CG不會霸 是 我看第二集的時候 他那些飛機和警車的追逐戰 他是很連貫 而且 光影是很細緻 是有質感的 然後我看完之後 我第一時間就 Message 阿森哥他們 蛤?我真的在看東映的CG? 不是 當你以為這些只會在劇場版看到的時候 他現在TV又做給你看 沒錯 他那種質感 還有很多時候 他一動的時候 想想 前期可能那架機器人就比較小 那些動作你以為 就覺得可能應該會比較容易處理 一些CG方面 但是去到越後 那架東西越合越大 去到後面 老邦和警察 超越X的合體 是大塊 四隻手 還有兩隻機 還要有多兩隻機械臂 那怎麼辦呢 當然實在是不能動的 好像事戰隊最後的 最終合體 那樣 整座山 是不能動的 所以他當然要用CG處理 但是那個CG是 令到你覺得 原來這東西是可以這樣動的嗎 或者是 啊 為什麼好像 好像真的是皮套 但又覺得好像真的是CG呢 是啊 當然你的動作上面 你都分別到是CG 但是質感是做得 相對的 都壓到你 在CATO應該暫時都分不住 你每一眼都分得 很明顯是CG 是啊 就是這樣看過 硬照的話 就未必第一時間就分到 而且那些動作是漂亮的 很順暢 很順暢 很漂亮的 那種質感是 我對上次可以真心讚 東影CG的質感呢 是秋葉原言 只有那架痛車機械人 又是戰隊 是啊 沒錯 又是戰隊 而且是非公認 但是 痛車機械人是一兩集的 這次五十多集都是 那當然一定有劍龍卡 不可能沒有劍龍卡 但是 他整套東西全部都是 整理得很英俊的 那這次 也是挺令我跌眼鏡的 因為我們常常常 你不要說我們 就是拉打 或者東影粉絲都是這樣說的 東影是 你算吧 你的獅子 不是 我們用拉打那邊 以天蓋傳了 我們有可能 也不是的 不是的 球連者 你覺得OK嗎 球連者 skip了 你有沒有看那些CG打鬥 我不是太OK的 那些 不好 不要 甚至乎 不要說戰隊的CG 只是說 機械人的戰鬥 我認識的 有些看開戰隊的朋友 都說 對於快景 是耳目一身的 那些打鬥 也這麼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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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人有巷戰 你有沒有想過 是 是 戰隊機械人有巷戰 戰隊機械人有巷戰 鼓勵不到 那還叫不叫巷戰呢 就是用一些建築 做掩護 那些叫不叫巷戰呢 然後尿神就走出來 白雞啊 白雞啊 你保護了些什麼啊 哈哈 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都是他 一開幾集來看的話 你很快就掌握到一些比較清晰的優點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分析一下角色 這套作品我們認為是最大最大的優點 也是一講的時候 你可以不講打鬥 可以不講戰鬥那些東西 但是 如果你說喜歡這套東西 那些人大部分一講讚的 就是讚角色的 那我們一套得對對戰鬥去處理 那我們就先講快度那邊 根據這個標題的順序 並不是因為 雖然在那個商品戰略 或者劇情那個安排上面 都是那個重心 就是已經去了快度那邊 就很明顯了 不過我們純粹是因為那個標題上面的次序 就決定介紹了這隊戰隊 都沒有特別偏好 因為喜歡哪一隊戰隊 就先講哪一道 那我先講先 就是這個 灰理 就是這個 魯邦雄 那就先講 魯邦雄 魯邦雄 是2000年出生的 小八年了 真的老了 真的小八年了 沒錯 那他這個 其實他的樣子一開始出來 就 一看下去就 不良少年的樣子 MK仔 MK仔很輕浮 那 也都 就是有三個面 我覺得是 連初美花都好像比他成熟 然後我 然後我 然後我看一看 我發現初美花是 是大過一年 那個演傳 但是角色上好像是 灰理大一點 角色是灰理大一點的 是啊 我記得 初美花我覺得有時候是 是 有時候我覺得沒有 我 就是說表面那種輕浮的感覺 好像是 初美花都比灰理可靠 當然 一直寫下去 你就會發覺他 他 行事起來 其實他就 很狡惑 狡惑仔 不介意 使用那些 骯髒招 或者用些 用些 不光彩的手法來達到目標 他是完全不介意的 那 他 特別是 他去到後來 就是他月後 就跟 這個警察一號 就是這個 桂一郎 交流得多的時候 就會慢慢 滲回他 就是所謂 他的重要之人 和他自己的一些關係 或者 為什麼他做事 可以這麼骯髒的呢 是啊 但是他就好像 其實 他每次看到 桂一郎這些 很光明正大 或者很老正 那些人 他就好像 有很 自卑的 complex 對 他表現得好像很不屑 他們 但其實你又看得出 其實他是很自卑的 對 然後就 去到後面 說 就知道 他的重要之人 其實就是 他的哥哥 而他的哥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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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事光明磊落 一個光明磊落的人 正面突破 沒錯 而 其實 阿灰妮 對他哥哥的感情 都寫到 就是 他既是 當然他是 他是愛他哥哥的 如果不然 不會叫做重要之人 但是他對於他哥哥的感情 也是十分糾結 有時候 是 很不想 很不喜歡他哥哥 因為他哥哥好像不停 他哥的行為 不停地突顯到自己 是一個卑鄙小人 是一個影子 對 是 所以他每次對著 桂一郎的時候 就把他對哥哥的感情 投射到桂一郎 接著去到 月後 就說到 特別有一次 他拿那個 老邦物林 就是那個 新的老邦collection 的時候 有個 有個考驗 就是說 有個幻影裡面 你們要對著 你們的重要之人 他們三個就說 你們要離開這個地方的方法 就是要對你們的重要之人 開槍攻擊他們 後面 透真和初美花 就做不出 但是 菲利呢 他有掙扎 但是最後都說 我為了我完成我的目標 我不理了 我就開槍打到他哥哥 打到環影裡 對 環影裡 那就是那一派 他就是說那一派 幻影裡內心都做不出 但是 灰利是做得出的 其實 都幾心痛的 因為劇情裡面 我就是 那個人是瘋了 你會覺得 是啊 那種夠極致 佈置戲 完全什麼都不要 那種 就是他不在乎自己的事情 是多令人心痛 有一點點 那個dark side 是沒有了他哥哥的滯爪之下 好像就不停地 所以他就走出來 但是他 他做這些事情的原因 不完全是因為 說什麼 阿哥不再管我了 我做什麼都可以 其實反過來就是 他做這些是為了救他哥哥 嗯 所以是幾樣東西的影響之下 你覺得這個 阿灰利是 寫立體的 就是他做這些事情 就是他被迫做的 就是他不是 他自己也不想 想成為這些人 但是他沒有選擇 對 這也是幾令人心痛 都不是的 因為其實他說 他都 譬如他跟阿桂一樂去旅行那一集 他都說 其實 我好像 我好像我注定就是 要是一種這樣的人 而 他就說 我可以 其實 我就算不做快刀 我好像始終都不是 沒有辦法 好像貴一郎和他哥哥 我明白了 他做不到這一種人 他是 他怎麼說 天生就是那種 很厲害去投機取巧那種人 他一直就沒有什麼 怎麼向其他人說過自己 其實 他對阿哥的感情 他對於 就是所謂重要之人的看法 其實他甚至乎對阿透真 和初美花都沒有說過 很多東西都是 在劇情那裡用一些回憶 或者有時候是 甚至是 可能是他的表情 或者是他的一些回憶 小小的片段 有一些質疑 去帶回他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就 然後去到後面 也有趣的就是 譬如他這些心結 或者他對於 甚至對同伴的東西 經常都是說 彈開啦 你們交給我搞定 其實他自己 他是 因為他沉溺了下去 他對阿哥的那種愧疚 或者對於阿哥那些很複雜的感情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他行動的時候 他不是很理同 甚至乎 去到有一次 有隻 Yangula 就是說 有些昂溝光線 一射中你 然後就強制把你送回家 噢 他說他沒有家 然後射到阿灰妮 那裡 灰妮是沒事的 但是另外那兩個 立刻彈回去 他們平時工作的餐廳 那裡 然後就說 他們兩個說 為什麼你沒事的 然後透真看一看 就是灰妮從來沒有當過 這裡是他家 他從來沒有當過這兩個人 是他的同伴 不當是家 沒有那種親人 就是合作了那麼久 都是有種很大的隔膜在那裡 但是也有趣的是 這種隔膜呢 最後那個解決 都不需要有些什麼 很激烈的劇情去處理 就是 去到最後 就是 因為透真和初美花 始終都很擔心灰妮 而去到灰妮 終於察覺到 他兩個對自己的關心 那他也都慢慢地 放下了這種隔膜 講起這個 我又想起 差不多最終決戰 那個 最終BOSS巨大化 打到他們 打到他們 幾下人散散 然後 初美花和透真 被警察捉了 然後 然後 他是 而阿灰妮是選擇自己一個 走去 走去找 阿 掌這個保守的 他是去到 就是 自暴自棄到這個階段 他是不選擇找其他人幫忙 打算自己解決了所有事情 是啊 其實他是 挺有趣的 理論上 這個角色的性格 其實不是太討好的 但是因為他 一直下來 留下來的描寫 你是會很清楚 為什麼他會是這樣的人 以及為什麼他會變成這樣 所以其實你就反過來 會 你欣賞這個角色的描寫 以及也會對他有種同情 甚至他就說有一集 司沙 其實都很關心他的 他說 喂 其實 你有沒有什麼 你好像很有心事 但是 阿 灰妮都說 不關你事 那由 那樣東西 去到後面 去到 打的時候 就是打那個 什麼幸運的種子 那個 一實現了願望 就會立刻 立刻刪牌出來 包吊著你 然後吸你生命能源 那個 那 阿灰妮是想都不想 直接利用行運的種子 那顆種子的吊咀 來調轉 去對付那隻怪 通常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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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後顧之憂的射 射到碰到東西之後呢 終於爆了樹藤 包著灰梨 是透真想辦法救回他的 然後施沙就說呢 嘩 他完全沒有殺車制的 這個人是完全不顧後果的 好像沒有任何負擔 你的家人呢? 為什麼你會做到這些事情呢? 你的家人呢? 你的親人呢? 你完全沒有想過會有其他人擔心你的? 所以其實也反過來說到灰梨已經 他已經先黏了 是啊 沒有了哥哥這個break 之後他應該是瘋了 那麼 所以也都去到最後 但是他去到最後搞定了阿斬這個之後呢 那個仇恨的東西 叫做化解放低了 然後又救了那個哥哥出來 他都某程度上變成了是 他接受到自己是一個這樣的人 還有 即是同伴那樣東西 他 會多了一份care 是的 所以這個也是ok的 就是他沒有因為 怪一郎的那些正直的人 就說到他整個性格完全不同了 即是他不會突然變成另一個人的 他是不會的 但是他是有些東西不同了 這樣 這樣 這套東西裡面 那些人都不會說那些態度一百八到轉變 都沒有 沒有 其實沒有 貫徹始終 但是就是有一點點不同了 會有一點點改變 大朗是不變的 但是細節上面可能有一點點不同 是的 沒錯 那 灰利就是這樣 然後 下一個 有這個老邦藍 就是透真 吼吼吼 那他的 他的 我在Twitter裡面 有人 剪了每集的 他每次的roll call 好像都有點不一意 他會發現 隨著雜數的增長 那個聲音越來越沉 哈哈哈哈 接著有一集 好像就是Arobic那集 他很生氣 哈哈哈哈 他叫得特別大力 對 Lubambl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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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只有那集一樣 是的 透真 就是他們三個人 年紀比較大那個 然後他的重要之人 就是他的未婚妻 那 就是準備結婚那天 就被 Mego凍結了 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那他就整個 那他就頂了 然後 也都 選擇了他做快刀 那 他 相對 那些描寫 就少些 那 但是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 挺有趣的 就是他 就是 其實他是 比較 在三個裡面 比較觀察到 灰利 和 初美花 有些有事的人 但是他很多時候都不出聲 就是 很多時候都 是 站在後面 繞雙手 不做事 觀察著他們 原則就是 他們快到三個之間 互相相處的原則 就是有些什麼是要自己搞定的 是的 你不會依賴 因為 不是同伯 怎麼說呢 他們不是同伯 只不過是剛好那條路 一樣的三個人 他們才走在一起 就是 嚴格來說 他們不是同伯 即是他們很重視這件事 或者是 這件事很 seriously 那個 idea 就是他們 Bear in mind 那件事 就是 不是那種 很矯情造作的那種同伴 只不過剛好 我們三個人在一起 而且這條路也是一樣的 可以說 三個互相利用 是的 即是他們之間 即是他們之間最 basic 那個關係 他們一開始覺得是這樣 當然去到後面 都是同伯來的 甚至 因為去到後面 當 老邦南 發覺另外的兩個 另外的同伴出事的時候 都 其實你都看到他有反應 他那個人 他都不是一直 黑起後面 都是人 都是人 還有另一個 他代表 這個有血有肉的表徵 就是 偶爾又找一兩集去崩壞他 但是不知道 這個 這個是黑歷史來的 你不記得 你快點忘記他 其實 就是 戰隊裡面有 就是 計算是警察那邊 有 七個人 那個 劇情安排上面 選了藍色這個 經常扮酷的角色 就是那個 反差的contrast做得不錯 是啊 他在洞 在後面 去跳一下 他在後面 有一集 跟 互換身體的時候 那隻 跟那隻 互換了身體 然後 他拿了 拿了 老邦南的身體 亂來 但他演員也是那個人 在那裏 在那裏 在那裏做一些癡 神經 還要被 對面 巡景三號 即 施沙 看見 我就不打算干涉你的私生活 但是 希望你也可以檢點一點 你 跟我坐下 然後 然後 在那裏 鬥真心想想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那個不是我 不是 那些是什麼 你冷靜一點 你先聽我解釋 結果 還是解釋不了 其實也看到演員的演技 是啊 不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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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要他 去到後面 新年特輯那一集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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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搞什麼 遊戲節目 我們玩這個模仿大賽 你們輪流來了 然後 阿虎尼就 我先 我先 我要扮這個 我要扮阿透真 然後跳舞 他跳了幾次之後 阿透真馬上 你扮什麼 馬上爆核氣 哈哈哈哈 你剛才做什麼 你扮什麼 你扮什麼 阿虎尼 阿虎尼 然後馬上扮 Lubon Blue 哈哈哈哈 然後馬上不合格 笑著 我扮得好笑 然後 大概是這樣 但是他就 沒有特別描寫很多東西 但是因為他處事比較成熟 他 他 叫做 幫 有時候夾在中間 幫一下手 大概是這樣 因為他真的 相對 其實他 劇情多 但是其實他 沒有特別 很多描寫 功能性 多些 是 主要是 開解人 開解另外那兩個的時候 這兩個 他會出面 多些 如果說比較描寫 深一點點 就是 雖然說 一開始是 其他另外兩個 說不會特別 幫他們 就是不會特別 想他們 依賴其他人 但是 去到最後 有一集 是說 阿虎尼 有一集 突然之間 他經常去偷懶 誰知道原來是 去幫狗 去找領養的主人 那一集 他一知道 阿虎尼 有些問題 他是 立即和 初美花 到處 去找阿虎尼 就是 還有 還有 有一集 都是 讚美哥那一集 他們兩個 傷到感 都是 馬上去找阿虎尼 就是 他們 都說得 都看得出 透真是 就是 越來越care 他們兩個 就是當他們是同伴 去到後面 都是 其實 他的嘴巴 是說 雷勇 但是後面 都已經當成了同伴 《擔心灰利》那集 也是崩壞 透真的 一個 重點場面 就是 被 這隻 更加焦慮的光線 之後 又是 不行的 不可以的 他到底去了哪裡 他難道認識了一個人妻 然後 跟遠走高飛 那些 那些 那些死神來鳥級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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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等一會 沒可能 什麼劇情 什麼FF 被一隻 剁木鳥 什麼 首先剁木鳥 不知道怎麼撞爆了 然後整個餐廳爆炸 還是怎樣 我看到一頭問號 那個FF 你冷靜一點 你擔心也不是這樣 那些人 不知道吃完餐廳的所有東西 然後 那托爆炸 哈哈哈 神經病 所以這傢伙都是 就是 外面 總是要寫到 外面很認真 很難 裡面有 認真教 沒錯 最後 第三位 有這個 快度王 有這個 初美花 那個 設定上就是三個人面 最小的 那個 高中 畢業 就 就出學了 好像 不是 不是 他不是 他只是休學 其實高中 高中就直接出學 他簡直就是 因為 阿斐利就沒有交代 他好像讀完 基本的那些學位 基本中學 他就沒有再 特別交代 但初美花是還沒讀完,然後她的重要之人就是她的好朋友 她的好朋友不見了之後,她就為了快度這邊的東西絕學,然後去了餐廳打工 這個身份也是令她有幾大問題 首先是父母,第一個反應,你讀到下書不見,你跟我說你讀到下書不讀,然後去那間餐廳打工 打工就要跟著兩條花靈鏡 關於那一集就是她老爸剷在那間餐廳找,然後她說,透真也算了,旁邊那件是甚麼事 DMK仔甚麼事 你三個經常在一起都做甚麼 你三個經常在一起啊 做點開心事 對,很開心 吃飯吃飯 開心地吃飯 對 因為她也不可能跟她老爸說她們做快度的東西 她要想辦法去應付她家裡的東西 所以就... 寫最深當然只有這一集 其實都比較少的 但是她另外寫就是說她... 就是看她跟場景2號的互動 對,就是由2號一開波單方面想追她 尋善 千萬不要這麼自信 那種極級厭惡的表情真是不得了 哈哈哈哈 最終是讀人最忌有自信 其實還要快度那邊那兩個都是混蛋 喂,兔鳥喔 她對你爭吵 你明白怎麼做啦 你是不是要救人啊 專業一點好不好 我每次都是推著初美回去死 未有Loyle之前 就是要靠初美花去吐料 我一個接點就是 初美花跟薩也 對啊 所以初美花每次都要被迫出去做 做一條針去陰 去在薩也那裡吐料 但當然去到後面又慢慢喜歡了 都真的喜歡了薩也 這個故事教訓什麼 就算你奇猛不揚也好 總可以讓女神意識到你的優點 原來是那個女神 真的是女神 哈哈哈哈 是啊 她們的性格不錯 OK的 是啊 內外都是女神 描寫就不算太多 大概是這樣 接著就講另一隊戰隊 警察戰隊巡警連者 先講了巡警一號 就是鬼一郎 鬼一郎就是 正如剛才所說就是 熱血刑警 忠忠直直 而且一開球看到她的樣子 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GAME BUDGE 哈哈哈哈 年輕版的GAME BUDGE 不過 最後轉身那個 才是警察 屌你老母 哈哈哈哈 GAME BUDGE 那些是種族歧視的樣子 但是 但是 知不知道 無論在現實 還是在科幻作品 居然可以看到一個 那麼 正直 那麼 好的警察 你知不知道我多感動 真的很感動 真的 他一開球 其實都不太討好 因為常常有個 夠爬夠衝 他就說 O no ne kai do O no ne de kai do 那些朋友 哈哈 其實都 大家 反應就覺得 這傢伙做什麼 因為 他一開始 不是說 難聽說 他不是說特別出色 不是美型那隻M 距離帥仔 有段距離 有段距離 對啦 帥帥仔 不過帥仔 也有一段距離 你看回快度那邊 就是 美型男美型女 是啊 但是 但是 之後就是 劇情昇華了 他這個人 這個人和這個角色 是 一開始 一開始看 覺得是 滑滑滑的樣子 這個人沒有腦 但其實他不是 因為 因為 戰隊往往 戰隊往往 這種 靠著衝勁 做事的角色 你會覺得他很無腦 都是這樣 沒什麼考慮 什麼都衝衝衝衝衝衝 然後最後一個劇情 我沒有幫他鬥 就是因為他有這種降勁 所以什麼都做到 所以什麼都做到 根性 有情 還有努力 這樣 但是 最後這裏 我寫回去 他做事都 其實是有心思熟 就是 在他的方式 底下 心思熟 是啊 他是熱血得離 他是 他不是完全沒有 沒有想過 我們去行動的 甚至 就是 他經常都 一開始 說到 規矩就是規矩 一些要跟著他做 什麼都要 什麼都要 死守著規矩做 但是其實 到他認清了這件事 是 有時候 原則不能拿得太死的時候 其實他都會變通 特別是 月後 有很多劇情 寫到你越來越喜歡他 特別是 剛才說到 跟灰莉去旅行那集 有個小妹 不見了耳環 灰莉 就是想著 買個新的 騙他 說找到 就可以了 但是 貴一郎就是 不行 不可以說謊 而且 你怎麼知道 耳環對小妹來講 有什麼重要意義 不可以騙他 一定要找到 原本的耳環出來 結果他真的 真的 勾沖了一整天 就幫他找到耳環回來 然後其實 最好幸運 就是 灰莉 想著 交假的耳環出來的時候 然後貴一郎就在前面 找回一個真的給他 幸運 還未交之前 已經找回 否則 畫面很尷尬 是的 然後貴一郎就是這樣 在那裡 還有他也很關心 周圍的人 比如說 其實他對灰莉很好 他不知道 雖然他一直不知道灰莉是快度 但是他 他就很關心 他們周圍的 很關心 叫做餐廳 因為警察那邊 經常過快度 那間餐廳吃東西 有一面之緣 即是有幾頭契 幾頭契 幾頭契 就關心一下人 還有他 然後去到 然後有戰鬥那裡 其實他 他又不是溝衝 在亂射 他又有用腦 比如有 不過 怎麼形容 是以他那個 以他的性格來講 已經可以叫做 是十分之用腦 例如他 剛才說 有一個回家的光線 那裡 那桂一郎 應對 應對這件事的方法就是 就是 就是家裡 抱在自己身上 對 所以他就賣掉了房子 就成為了這個 第一個 場景一號的強化方法 哈哈哈哈 帳篷形態 露營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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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背著露營 露營 露營在背部 就說 這個露營就是我的家 要站 所以你用光線射我 我回家就站回 那裡 就是你會覺得 這些想法 雖然是 雖然是夠的 但是 會覺得 不是喔 是熱血得泥 真的有想過 對 以他的程度來講 已經很用腦了 其實在我角度看 每次這個角色昇華 往往都是他和快到熊 單獨戰鬥員的劇情 是 例如旅行那一集 就是 《Song Collection》 就是在《Song Collection》之前 他們前面也有一場單挑 是 那裡是直升機和 電單車 電單車 電單車的戰鬥 他們那裡是很明顯交流到 他們的意志上的碰撞 你以為我真的很想做快度嗎 我沒有辦法啊 是 是 去到那一集之後 貴一郎才開始想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為什麼 到底快度是 為什麼要做快度 為什麼要做快度呢 就是他們是什麼原因 才令到他們要走這條路 還有前面那樣東西就是 貴一郎在發生這些戰鬥之前 他還是有一個 就是對於警察的尊嚴 因為 有一個 context 因為快度那邊其實都有負責打低 打低這個Gangular 變成了世間上面的輿論方向就是 就是 我們要警察的電腦來幹什麼 暗地裡 貴一郎 其實對於這件事是很不滿意的 很不憤慘 憤氣 所以 可能有時候會被尊嚴那樣東西充分了頭號 當然之後就是 有阿施沙 那一巴掌 蓋起來 你想想你自己是誰 你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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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時候之後 他的對白都非常神 我們要成為警察的原因 並不是要守護自己的尊嚴 不是為自己的尊嚴戰鬥 而是要好好守護周邊的人 這些才是警察 對 還有他那個鏡頭都非常之深刻 就是那個Gangular 打算開大技打下去快道紅和秦景一號 快道紅是想不想閃開了 但是呢 秦景一號 他就硬吃那一招 本身一開始以為他是 夠衝 熱血 那樣 單純想吃那招 那樣 誰知道原來不是 他後 叫做單純想吃那招 不 就是單純 兩匹衝過去搞定 我頂得住 就是單純以為 就是顏色的樣子 誰知道原來他是為了 保護後面 後面 後面 走難不設的人 我只是說 看後面 那個梁屍號 本身是很狗的 什麼梁屍號 本來這裡 看後面是真的有意思的 哈哈 你看 各位娘 你看看你後面 你看你後面 哈哈 沒錯 有對母女在 是 這樣 對 還有他 去到後面 他是可以 他越來越放下 自己的原則 所謂警察的堅持 例如他 有個位置 Royle說 不如我們跟快度合作 去打 因為 好像是打 打其中的一隻幹部 金甲曼那些幹部 搞不定 打不贏 然後桂一路說 不行 其實三個都說不行 我們警察來 怎麼可以跟賊合作 怎麼可以幫他們偷東西 對 因為 好像 是金甲曼還是 很多個甲曼那隻 那隻 第一隻 多過一個甲曼 應該是金甲曼 金甲曼 金甲曼 需要幾個collection 才可以 幾個甲曼 要多一個人幫忙 是要兩個collection才能解鎖 因為它有六個號碼 對 改在這裏 我覺得這裏 有心思 因為平時 平時 你覺得 就這樣解不到 可能就需要一些 更厲害的道具 即他跟你說 可能 就是跟你說 鎖 要更厲害的道具 才可以到 即不會跟你很 想想後面的 mechanism 不會想想 很詳細的 mechanism跟你說 為何開不了 然後這裏有個很貼地的理由 是因為他的甲曼多些位 即數字多些位 是 所以就要用 即是在這些細節上 可以看到這裏作品的心思 即是 他甚至乎 他就是因為這些設定 他就造就更多 好好看的對戰場面 即不是單純靠二 靠道具 是真的靠 現場上面的2 可以看到 是啊 而且真的運用戰隊的多人優勢 然後那一集 Loyle就說 好 那我和你單挑 看看誰 如果我贏的話 就跟我的方法做 如果我輸的話 那你就 即是 快度那邊都說 如果輸的話 自首 那當然 阿灰你 就說 不是 打我上台 然後 於是 就打 然後 那裡 蒙太奇了 那個決鬥的結果 沒有一開始就表現出來 但是 但是 去到後面 就看到 貴一郎 就幫了快度 他們合作 去叫開甲曼 去拿裡面的東西出來 那你本來以為 那就是 Loyle贏了 那誰知道 去到 兔野的最後 就一個 插序 就是到底那時候的結果是怎樣 原來 貴一郎是打贏了 應該是他贏的 但是 他放水 你想想想 其實 就是 警察的最大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 排除這個 Gangular的威脅 是 那你快到 幫手 減低威脅的難度 那為什麼不幫手 就是想通了這一點 那他越後就越狠 越多了 他肯 跟快度那邊合作 去到後面就是 有個位子 沒有特意耽誤的 就是 打那隻綠色的 那隻 手榴彈那隻 那隻 那隻 Dest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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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 那隻 全部都被他炸了 都被灌倒了 然後去到 然後 他兩邊 快到熊 和一浩 兩邊 就答對了 如果我是他 我會怎樣做呢 於是他倆是沒有特別 說到什麼 就 做了一個 combo的攻擊出來 就去 開了 他那個 廣播裡面 那兩個 黃金甲蠻 所以 那一場 甚至乎是 由 貴一郎打開 甲蠻 是啊 他們一直都說快到這些想著搶聯繫 都不理會街上的避害 他可以說是完全放下了自己警察 他不是困在警察身份的框框上戰鬥 是真的為了身邊的人 他放棄做一些小小踩駕的事情 或是做一些灰色地帶的行為 不是為了自己方便 不是為了一些我想做 我覺得這樣做會好一點 而是他真的想過很清楚 如果我這個位置都不放下尊嚴 或者不稍稍放下自己以往的行事盡則的話 是會更加多人受害的 我是不是稍稍都要調節一下我做事的方式呢 他是想得好清楚才去做 都是我覺得這些就是警察 對 所以到最後 知道了灰利的身份 知道了他們三個快度的時候 怪一郎的反應是 為什麼我不早發現 如果我早發現你們就不用那麼慘 對不起 然後灰狼座 其實沒事 我自己選擇 這條路 對 不關你的事 對 所以 也都 所以 貴一郎都是一個 所謂 熱血 但是內心都有潛勢的一面 一個很正直的一個角色 其實在 在人氣上面 其實他跟灰利都叮噹馬頭 甚至乎有些時候 可能是貴一郎是高一點的 所以他 也不一定要英俊 總之劇情或者他演出 有好的表現的時候 都是會多人喜歡的 同樣的理由 我覺得在薩也那裡 難一點 好 那我們就過渡到去 就是 巡警二號 阿薩也身上 是 在警察裡面 叫做年資最少 但是他就是二號 不過有個理由 他是剃補的 對 這樣 因為本身另外一個 阿五 就是 後來發生了意外 就 不知道去了哪裡 然後 薩也就頂替了他 做了巡警二號 這樣 那 就 這個人 我想就是 劣化版的 貴一郎 可不可以說他 可不可以說他 貴一郎呢 他都想熱血 他想熱血的 他想很有行動力的 但他全部做不到 不知道怎麼說好 這不是某式說 黃狗狗 還有 每次鏡頭看到他 都覺得 樣子好像很骯髒 很猥瑣 為什麼 我不是想diss他 但我感覺就是 每次鏡頭 我會覺得他的樣子很骯髒 那個笑容是 是有點奇怪 真的有點猥瑣 尤其是對著 初美花 他一看初美花的樣子 真的不行了 大哥 大哥 初美花不喜歡你 是有理由 大哥 第一次鏡頭 真的不行了 對 沒錯 我是真正看到我自己 他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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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初美花 回他WhatsApp 甚至乎 應約之類 他知道 他那些無限FF 唉 很難受 如果鬼一郎 是熱血 然後 衝 有些衝動 這個 阿薩耶 簡直是沒什麼老的 阿瑪比那集 真的是經典中的經典 哈哈 他是真心信過中國古拳法的 不是 跟周星馳一樣 欸 看見到那條樓梯嗎 滾下去吧 然後真的滾下去 這個是跳阿瑪比那種意思 對 然後這裡就是阿瑪比 為什麼阿瑪比跟古拳法 跟中國古拳法有什麼關係 不要管 跳吧 然後真的跳 然後 還要跳得很開心 哈哈 旁邊阿透真跳到西口西面 但他是很 三天是真心很享受 然後呢 很記得 我忘記了是貴一郎 還是司沙講 他這麼短時間內 就可以做到大師兄 他學得多快 然後再看回 然後貴一郎就問 你在學著什麼 中國古拳法 阿瑪比 很搞笑 雖然他 好像後來都融入了動作 那場戰鬥 但是 但是 還有去到後面 因為最後只有Gangula 搞夠他 但是 他最後殺那隻Gangula 的時候 那句是什麼 他不是說 你竟然欺騙我的感情 那句是 你竟然欺騙我的錢 哈哈 我用了這麼多錢 你竟然跟我這麼沒用 你竟然說 你玩夠我 我一定要堆立你 嘩 嘩 嘩 怎麼說好 他在這隊裡面 相對來說 是下霸位多一點 但是 雖然我們這樣說 這個角色是這樣 但是 我自己 都覺得這個角色 挺討好的 OK 我覺得挺討好的 是 有一集是說 有一隻Gangula 是懂隱形的 所有人都不會察覺到他存在 然後那一集是說 他很大顆 警察那邊 有一顆很大顆的人 過來視察 然後 那一人很討厭 就是 經常斬勾薩也 然後那一集 Gangula 就 用這一點 搞到 可能 控制薩也 打勾那一人 總之 就搞到很嚴重 這樣 就說 停職 停職 要停職 就跟他說 你試試 你夠膽你出 你出家門口 你立刻停職 但是 現在沒有了警察身份 是啊 但阿薩也 就 知道Gangula的 能力 真正身份之後 他想都不想 他就衝了出門口 沒有了警察身份 這個難關 我無論如何都要出去幫忙 是 這個劇情也挺深刻的 因為 看得出 阿薩也 雖然看起來 好像傻呀傻呀 好像沒什麼 但是 他的正義感 都是 挺討好 是 還有 有一次 桂一郎和 詩沙 因為 那些 Gangula 用那些偽裝 背後的正常 刺激到他們 很灰 所以 阿薩也 是想 搞個聖誕Party 就想令他們更開心 快樂 快樂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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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隻Gangula出來搞事 就搞到 全個日本 沒有火雞買 你們是日本人來的 聖誕節吃什麼火雞 吃三文魚 吃三文魚 你閉嘴 總之聖誕 一定要有火雞 那些人就說 為什麼這隻火雞這麼拼命 當然 去到後面 你都覺得 你明白他的意思 就是 應該要有一個完整 有一個漂亮的Party 他很真心的 希望這個 這個做得好的Party 可以令到他們 兩位前輩 更開心 甚至乎 那一集 他最開始 他答應了那個小朋友 一定會做一個很好的聖誕Party 還有那邊的小朋友 都很期待可以吃到火雞 所以他都是 貫徹一直以來 那三個警察 正在做的事 就是要履行 和市民的約定 說得出就是要做得到 是不是好像大概 火雞還是這個位置 一開始就 初尾花就開始對他有些好感 是 是不是因為一隻火雞 攻略到女神 你都真的 就是 顯示到他贏格好 原來都是好人來的 不只是在那裡揍笑 咦 是追到女的 哈哈 原來不只是會揍笑 但還是那句 去到最後 在 在那麼多個角色裡面 相對來說 我角度來看 我覺得 沒有那麼吸引 就真的是他 那是真的 沒有那麼吸引 因為 因為 你剛才說 三文魚這集多久 已經有四十多集了 哈哈 已經是尾的了 已經是四十 四十鐘了 已經是 已經是四十鐘了 那你怎麼搞 大哥 因為他 前期大部分時間 都是餓餓膠 還有沒有對比沒有傷害 有個鬼一龍在旁邊 鬼一龍 哈哈 不是 他前面後補那個 後補那個 是 是英俊一點的 啊 不英俊 他很多 很久了 長景二號 那條是英俊 比他很多 是啊 而且是溫雲耳眼一點的 我挺喜歡他一直 聽著那個設定 就是 Prototype的長景二號 是啊 就是那個 那個 設定上面會 會吐氣一點 是 我比較沒有傷害 是比較之後 真的沒有那麼吸引 就是同樣都是二號 不是 還有當年說 阿五那集是未懂得變身的 是啊 他拿著普通手槍 跟那些韓國立打 在那隻抽 是啊 所以 真的沒有對比沒有傷害 是啊 就是 有這個對比 有這個對比 所以就 真的令到他沒有那麼吸引 我想說 好 講完這個三號 就是這個絲沙 那也是叫做 好像 就是 兩隊戰隊裡面 兩個女兒 就是 絲沙和 初美花都OK 高人氣的 這個就是大姐姐的feel 初美花就是妹妹 大姐姐 每次穿著飲 每次穿著飲 每次穿著黑絲 嗯 哈哈哈哈 嗯 是啊 那本身就做到他 就是比較 就是比較 比較剛強一點 但是其實原來 私底下就喜歡一些很可愛的東西 有一次好像 就是那個什麼 翻歸光線 射他回家的時候 然後看到他的房間 就鑽到箭 就鑽到箭 就鑽到抱著這部公仔 是啊 他還要不承認 他不承認自己喜歡那些可愛的東西 但是其實經常都見到他 陰一點陰一點 就是在街邊扭扭蛋 又扭一些可愛的東西 哎呀扭不齊啊 差一隻啊 那些 其實已經是 被貴一郎 他們識穿了 是啊 但是他一直都不肯承認 是啊 他那時候下班 他還是警察學堂的時候 就是整班人都下課堂了 然後剩下他一個 太好了 終於可以 獨處 治癒一下心靈 然後鬼在看著 哈哈哈哈 還要是 因為同伴知道都不要緊 是連敵人都知道 快度是知道 被快度利用了 那些東西 不是有一次他們三個變成年輕人嗎 三個被 用光線就搞到變成年輕人嗎 好可愛啊小朋友 啊 阿灰妮 然後整班 然後 然後就說 不行 然後黃色留了那支VS Tranger在現場 那天被他們沒收了 不行 一定要入他們的警察總部 打開那支VS Tranger 如果不是 跳樓都不行 是啊 一查指紋就玩完 大佬 於是他們 我們不見了媽媽 姐姐 救我你吧 你陪我們吧 因為本身就打算 擺我們警察局 算 於是阿灰 阿灰妮 阿灰妮馬上 撞個可愛樣子出來 姐姐 那個白臉的本色 姐姐 我很害怕啊 你可不可以 和我玩啊 我不想 不想 一件事就是 阿施莎的樣子 好像她老母 嘩 我這樣這樣 都想得出 我還想得出 我還想得出 最後是怎樣收 然後我不記得阿灰妮馬 還是阿偷真 在說 阿灰妮真厲害 她居然利用自己最大的武器 哈哈 沒錯就是那個樣子 對 然後去到總部的時候 就說要轉移事先 讓阿灰妮馬 他們可以去打個VS Tranger 馬上大腿 嘩 嘩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灰妮 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她說 姐姐可不可以和我玩摺紙啊 哎呀姐姐我沒空 然後又打個可愛樣子出來 那施莎又被攻陷了 然後到最後呢 當他們揭露真身的時候 施莎想起 哈哈 仆街 那就是剛才那次 想到我 想到我頭的那個小孩是灰妮 哈哈哈哈 沒錯就是我 於是她就 非常羞恥 這樣 這個真的令到她 雖然她平時就 那種剛強性格 再加上她很關心人 不如她 她那次在一個club裡 撞到灰妮的時候 她會 很主動地去關懷灰妮 喂 為什麼你在那裡的 你沒有什麼事 就好像說你家人有些事 就是她見到她是一個很 都是跟警察 就是又是警察他們那邊 就是很 一來是很認真地執行職務 又同時又很關心群眾的 人民關懷 真是珍點人民關懷的 真是珍點警察 哈哈哈哈 然後再加上她那個 喜歡可愛的東西那個反差 所以 很多男人都喜歡她 都很正常 但是說她和快度的關係 她是三個裡面 可以說是和快度接觸得最早 和最早對快度有信任的警察 有一集是說她和初美花 是混了下去同一間 遊樂場 是遊樂場的那集 然後她和初美花有個很好的 混合 然後再之後 有一集是她和透真 混了下去異世界 是 是那一集之後她就開始懷疑 為什麼透真作為一個普通人 為什麼用槍用得這麼厲害 是 是 還有灰利也是 就是在Disco那裡 撞到灰利 還有 還有 總子那集也是 就是看到 老邦洪 其實就是Disco那集 是 但是她觀察到快度熊那些東西 就覺得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為什麼快度熊可以這麼瘋癡 還有 在那一集 變成 VSX 她是故意 因為她知道 那個機械人知道 如果找 找桂一郎和她坐在一起 一定會炒大王 炒到動都動不了 是啊 然後還沒強行送走阿桂一郎 找C莎過來 這樣 這個 這個處理也挺有趣的 所以 C莎的角色是 挺有趣的 所以 就不是純粹 就是 無論是聰美分 和C莎都不是 純粹是美女 而有人氣 因為有些位置 真的寫到你會很喜歡的角色 她真的是一個溫柔的大姐姐 對 很想坐她大腿 對 對 對 大家好 很悔悔 我想和C莎姐姐說碟子 我也想 你首先要做那個Gangular的 必殺光線 是不是要夾著Gangular 你不要走啊 你不要走啊 幹嘛幹嘛 不要殺我 快點出招 快點用宿世光線射我 快點 HIT ME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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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OK 原來是這樣 對 這部分就講完最後一個角色 就是這個 Loe Lu 追加戰士 上面人 對 也是比較特別的 她是一個人同時有兩種顏色的戰士 再加上因為是兩隊戰隊 所以她是一個人同時有兩隊戰隊的追加戰士 她不是第一個 第一個是Stuckbuster 她兼任這個動物戰隊的銀戰士 都兼任這個特命戰隊的銀戰士 在那個特別版那裡 OK 但她是兩隊作品的 兩隊作品的戰隊來的 同一作裡面 同時是兩個人 同時是兩隻戰隊 嗯 對 Loe Lu 一出來就 其實好 鬼的 喂 你又是警察又是賊 然後又什麼都不說 總之我想做你們同伴 她的快度當然不理她 但大哥你哪裡來的 你是誰來的 Who the fuck are you 對 Who the hell are you 當然不理 誰是誰 對 不理 然後就 要 兩邊都不是人 對 兩邊都不是人 因為 大哥 警察兩邊在衝突 你夾在中間 然後 快度 記得你知道了兩邊 對 快度就說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爆我們的東西給她那邊聽 然後警察那邊就說 我怎麼信得過你啊 你會跟他們夾粉一起偷東西 所以 一開波真的不行 一開波搞不定 很搞笑的 他警察那件衣服上面寫著Undercover 我是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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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最後那個劇情上面 那個劇情上面 都 所謂解釋到他為什麼那件衣服搞笑的 是 因為 但是 就算 那個劇情的設計就是 就算你知道很清楚他是臥底也好 他依然可以做到他潛入的功能的 是 因為他 後來做到就是 因為他對兩邊都有用 所以兩邊的人都是需要他 所以就 我的意義下 都不是Undercover 其實他有明多明槍的 就是 我是Undercover 我是臥底 你吹我不像 但是因為你要我 你 你要警察的情報我有 你要的 老邦的 collection 改造的件術 我都有 所以 所以就 快到情報 我有 去到後面 因為再加上 劇情上面 都姑且 他沒有說得很清楚 但是都表現到一個決心 喂 我也有個重要之人 我也要去 有個很大的動機 要去儲齊老邦 collection 我不是純粹為了 拿回所有collection 而和你們 作救 我自己的道路 都和你們的道路是一致的 對 而對警察那邊都說 喂 我也很同意 要消滅所有Gangular 所以 而同時 在Loy的眼中 兩邊的行為根本沒有衝突 在我們眼中 或者在他眼中 其實你們為什麼不合作呢 你們的利害關係是一致的 對 他們後來 就是怎樣 我們一組 我們一組 在想的事情 Loy是真相大地說了出來 他們有collection會比較厲害 偷完collection打下 他就容易搞很多 對 為什麼你們要這麼糾結 為什麼要吵這麼久 哈哈 但當然兩邊就因為 有牙齒印了 所以一直都搞不定 但以Loy就變成 是一個中間人 去令到兩邊的人 那個磨合是相對 容易一些 令他們有一個更加 有說服力的接點 是啊 因為初美化是 不是很舊的 就是 變成單方面 被老幫去吐料 而Loy是真心想讓兩邊的人 串在一起 現代上合作都是要靠他的 對 沒錯 但是我說 你們用了多久的時間 接受他那個 那個 說話那個tone 因為那時候 一開始 那個角色出場的時候 他的聲音和他的聲音 不是那麼容易 那時候很多討論都說 不是那麼容易接受到 Bonjour 我又覺得沒什麼 那種好力白的那種 不是 一開始看 是有點老鑑的 但是 應該很快就習慣了 很快就 很快就沒問題了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對 我覺得一個演員演出是OK的 對 一來 演員本身 本身都英俊 對 二來 即他 即他 我覺得很搞笑 我也覺得沒什麼 即他可能他演到那種 優雅 是不是叫優雅呢 發覺也很優雅那種 是啊 是啊 他演得出那種感覺 尤其是他穿著快度那件衣服的時候 銀色那件 是啊 因為他又特意有頂高帽 那個貴氣是 呃 是有 還有那個銀色 銀色那種西裝加國 加那頂帽 是有一種貴氣的感覺 是 還有他 我很喜歡他 還有他 如果另外要設計一些衣服給他們 他還要表現自己的顏色 那麼 通常永遠都是要夾銀色加金色 那搭出來的樣子挺漂亮 譬如他新年的時候那套和服 銀色加金色的 挺好看的 我覺得那件 好像他私服 即是私底下服裝的時候 是啊 那件衣服是有點優雅 之後又不配 是啊 然後 然後他一直夾在中間 還有其實 慢慢都 但是兩邊都相信了他的 但是其實他很久 一路一路其實都 就算相信了之後 其實他都沒有公開到自己身份 還有一些秘密 是啊 很多秘密他都沒有說出來 結果最後就被那個女幹部 起到他底 那也都 穿了他 穿了他的身份出來 原來 所謂異世 那 Giangura是來自異世界 而那個異世界 原來原本不是屬於Giangura的 本身是有一些異世界人 就在那裏居住 而這個 異世界 有些異世界的人 即Giangura 就過來襲擊 是啊 有個異世界的Giangura 去了那個異世界 去攻陷了他們的異世界 那些人幾乎死絕 那有些人 部分死症種 在那裏居住了 去灰狸和貴一郎 他們的世界 那裏 然後 遇到這個 魯邦 那魯邦呢 就是 接受了這幫人 去照顧這幫人 所以 現在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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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現在 魯邦也都很看得起 Royal 所以就傳授了那些 改造魯邦Coreaction的技術 還有很多 很多種種的 不同的 不同的技巧 戰鬥的技巧 對 都給了他 那 然後去到後面 但是去到某一天 Giangura終於來到 他們那個地球 炒起這個大陸 對 一直都沒有說過 魯邦去了哪裡 原來 他死了 被Giangura的BOSS 對壞了 那 Royal 是親眼看著的 那所以他 做了 所以 那時候 因為他小了 能力不夠 又去到大了 所以他就 所以其實 他一直說 他兩邊的事情 他都想做 而其實他沒有說謊 因為 他說 我要儲齊魯邦Coreaction 因為儲齊了之後 應該會引發奇蹟 他實現到願望 所以 他的願望就是 他要拯救他的重要之人 就是要拯救老邦 他想令到老邦復活 那 由另外那邊 Giangura那邊 有些Giangura令他們失去了一切 所以他要消滅Giangura去報仇 所以兩邊對 所以為什麼一路來講 Royal一直覺得這兩個目標是沒有矛盾的 因為他兩樣東西都要同時達成 對他個人來說 嗯 他是沒有說謊的 對 他是沒有說謊的 對 他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當那個阿五 那個阿五 就是阿巡景其中一個前輩回來的時候 那叫做 對 然後就說 是Giangura的臥底 那 結果是 他是無從辯解的 因為他一直都沒有說過自己 你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你為什麼要 你又要夾在兩邊的中間 所以兩邊的人都不敢去信任你 所以就搞到 兩頭不到我 對 所以他是 八詞莫辯 所以直接要走路 那這些我覺得 都 Royal這個角色是 當然 不會寫到無間道這樣 那麽嚴重 但是 都把那個 就是兩面人的問題都寫得很好 就是他 除了兩面人這樣之外 他是 兩邊 就是 拉近兩邊關係的一個催化劑 嗯 對 還有在戰鬥上面都很重要的 因為呢 兩邊的機械人都要 共用夠Good Striker 才變成機械人 嗯 所以每次打的時候 都只有一部機械人 要多一部機械人幫忙 那就一定要靠Royal 只有他才獨立有一部機械人 又或者 警察都可以參與到機械人 就要變成這個VSX 對 對 所以 他的存在 就算在戰力那邊都很重要 他顯示到一個設定 普通人類是不可以直接用這個老波collection 是 那他可以直接用到的 是因為 那兩輛火車 那兩輛火車其實沒有特意另外再改造 不用用VSXXX都可以用到 所以他 證明了他就不是普通人類 OK 對 對 對 因為一直都沒有特別留意 但其實原來 他都 叫做有報了一個伏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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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順子 這位編劇 我們也有些回顧 然後 再分析一下 戰隊這邊的一些 的 探討 那我們 我們也好 Part 2